大家好,我是秀厨家 今天我花了27块钱买了一条大鲤鱼 今天我们拿它来做一个好吃的 一起来看看吧 鱼已经让卖家给清理好了 我又冲洗了一下 然后把一半肉片下来 把鱼给切成小块 鱼肉清洗干净后 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料酒 再加入葱姜 给它煸一下煸均匀 翻均匀以后 把鱼腌制20分钟 将清洗干净的各种菌类 放到砂锅里 准备葱段 姜片 开几瓣大蒜 去掉蒜皮备用 干红辣椒冲洗以后 切成小段 准备一个八角 然后再准备十几粒花椒 热锅加油 油热以后放入辣椒 炒香 炒香后放入一勺皮鲜豆瓣酱 小火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放入鱼片 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后关火 把鱼肉放到砂锅内 大家在炒鱼之前把葱姜蒜放进去 我忘记放了 咱们就先再放进去吧 加入水 如果家里有高汤的话 加高汤最好 盖上锅盖 开火炖 炖十分钟 炖好之后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撒点葱花 一道营养美味的石锅鱼就做好了 我是秀叔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